厚厚的積雪跟小腿一樣高 自行車置物欄滿滿裝的都是白雪 9號冬季風暴襲擊美國48個州 中西部馬上被困在大雪中 冬季風暴還為美國南部帶來暴雨 佛羅里達州當局發出警告 說會有強烈的雷暴和龍捲風 要民眾小心避難 而冬季風暴也為2024美國大選競選活動 製造混亂 可能還會影響初選投票率 愛荷華州首當其衝 投票率本來就很低 冬季風暴卻未選情帶來不確定性 而愛荷華州是共和黨最早展開總統候選人提名選舉的州 被川普視為重要一戰 這場冬季風暴從美國西部一路橫掃到東北部波士頓一帶 未來7到10天 當地氣溫可能都維持在攝氏零下45度左右 就連白天也很難高過零下30度 靖新聞三位朱嘉玲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